大家好,又是我大師 今天我會教你做一個街頭小食 咖喱魷魚 看片之前記得要訂閱 還要按旁邊的小鐘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資訊 這些是水油 在賣急凍食品的地方就有了 洗乾淨後切件 摸到有硬骨就切走 如果不想硬的話就一定要撕走表面的一層膜 用刀刮也可以 也不能用刀刮 刮你 接著 用刀刮 把刀刮 刮刮 刮 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比较好可以斜刀片成三角形 看上去會大快一點 處理完之後就磅下有多重 按重量來計算下要多少調味料 每一斤大約是600克 需要38克的油咖喱 38克的沙爹醬 10克的柱喉醬 10克的海鮮醬 10克的砂糖 11克的蠔油 11克的生抽 少許紹興酒 1湯匙的榨蔥蓉 1湯匙的榨蒜蓉 10克的花奶 10克的花奶 炸蒜蓉的做法就是燒熱點油 加蒜蓉 保持著用大火 要不停攪拌 轉金黃色就要離火 千萬不要過火 會有苦味 倒些冬油下去令它急速降溫 然後就攤凍備用 而榨蔥蓉的做法也是一樣 剩下的油很香的不要浪費 留下來煮菜用 將油咖喱 沙爹醬 柱喉醬 海鮮醬 海鮮醬 炸蒜蓉 和炸蔥蓉拌勻 加少許油 用小火來爆香 炸蔥蓉 煮至滾起有香味 在鑊邊蘸走 然後下魷魚 一定要保持著用小火 慢慢去煮 給點時間讓它入味 同時又不會煮到過熟 保留脆嫩的口感 拌勻後下其餘的調味料 煮兩三分鐘 乳魚 超快點 和來蝦都溢 把大火煮四肚之間 拿出來煮到鑊 一 一 煮三 大火煮三 看見到鑊頭旁大概剛好熟了 可以用生粉水来埋芡 生粉水最好用马铃薯淀粉来开 稳定性比较高 放久了也没那么容易出水 一碟似样的咖喱魷鱼不会有太多汁 关火 下花奶 完成了 不建议你热热的立即吃 应该是放冷一点 让咖喱汁更能够将在鱿鱼的表面 这样吃才会好吃 希望你喜欢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和订阅我的频道 你也可以按旁边的小铃铛 就会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通知 如果有问题想问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你们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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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